洗衣机一时是什么故障? 家里的洗衣机使用久了,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问题和故障, 而这些故障代号一般会在主屏上显示。 那么,洗衣机一时是什么故障呢? 一时故障代表的是电机热保护, 有可能是洗衣机内衣服太多超过了负荷, 也有可能是洗衣机工作时间太长导致的。 另外,还有可能是门盖没关好,门锁故障, 门开关损坏,进水口堵塞,进水异常。 那么,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? 一、把门打开后擦擦门封圈,稍微用点力再关一下。 二、检查门开关是否已损坏,建议更换门开关。 三、检查电脑板上面的开关按键是否正常工作。 四、检查进水口是否堵塞,建议清理一下进水口。 五、查看是否打开水龙头,如果打开,就是进水乏坏了,及时更换。 所以,洗衣机一时故障代表的是电积热保护,你知道了吗?